大家好,我是芝麻开花 今天咱们做一道四川的特色菜毛雪旺 毛雪旺是民间的江湖菜 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想吃什么就可以加什么 一般饭馆里的毛雪旺都必有鸭血、毛毒、黄猴和扇鱼 但自己在家吃,有时候我四样一样都没有 只是买到了猪血,我也会煮上一锅家庭版的毛雪旺来解馋 今天很幸运地买到了黄猴和扇鱼,于是赶紧做起来 毫无悬念,她确实是餐桌上最受欢迎的那一道菜 来加拿大这么久,我还没见过哪里卖鸭血 今天我们拿猪血来代替 将猪血切成厚片,装盘待用 牛肚斜刀成薄片 黄猴的肉质比较厚实,也是斜刀,抹成薄片 鲜鱼买来就是已经处理得非常干净的 用水冲洗后切成小段即可 午餐肉切大片,装盘待用 下面准备配料,新鲜的蘑菇洗净 芹菜切断 藕片少许 豆皮准备一大块 然后准备切碎的火锅底料和皮蟹豆瓣酱 葱姜蒜,泡姜泡椒切碎 干辣椒剪成小段备用 这样所有的材料就准备好了 锅内放油,加葱花辣椒爆香 加入蘑菇,芹菜和藕片 翻炒均匀直到蘑菇炒软,藕片断生 再加入豆皮进一步翻炒 炒好,直接倒入准备好的容器垫底 烧开一大锅水 分别将黄猴和牛肚飞水10秒钟 这样处理过后,牛肚和黄猴吃起来会更脆一些 扇鱼也焯一下水去腥 最后将猪血下入锅内,停火 穿水两肥中,然后洗净待用 另外起锅加入食用油 加姜片,洋葱,花椒八角,小火慢炸 炸酥炸香后捞出不用 加入猪油一块化开 这有个吃物,没拍进去 加入切碎的皮线豆瓣酱和火锅底料 不停地翻炒,一直把火锅底料炒开 豆瓣酱炒出辣椒红油 加入泡姜,泡椒和葱花,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以后加入米酒和冰糖 然后加入盐来调味 最后加入开水 水开后加入午餐肉煮两分钟 加入猪血 加入胡椒粉 加入肾鱼 最后加入牛肚和黄猴 等水再次烧开就可以起锅了 将整锅倒在先前炒好的底菜上 加入蒜末 炒熟的芝麻 辣椒碎和剩余的葱花 热油烧到七成热,泼在辣椒上面 这样我们的毛血旺就做好了 炒一热就美美的吃吧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